我們新建房屋或者是建造橋樑道路 都需要使用到大量的水泥 但是你知道嗎 這些水泥是必須要開採石灰岩 再製造出來的 就在今年的7月27號 經濟部礦物局決定 要開放西部12個石灰岩的保留區 引起了環保團體還有地方政府強烈的反彈 不過在兩個月過後 政策大轉彎 經濟部礦物局又決定 不開放這些石灰岩保留區了 究竟這個政策一來一回之間 我們看到了哪一些問題呢 98年8月11號 礦物局在網路上公告 自10月1號起 解除新竹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等6個縣市 12個石灰岩保留區 消息曝光之後引發爭議 聯繫的情形 事實上經濟部就告訴我們說 它中央開放啊 但是要不要準是 在你們地方政府生活品提升 怎麼可能又為了一點點的救援機會 拿來犧牲這麼大的一個環境 我想這個我們基民不接受 為什麼開放保留區 會帶給高雄縣市這麼大的反彈呢 或許可以從水泥產業 在這裡的故事說起 民國五六十年代 台灣追求經濟建設 建設的基礎來自水泥 當時水泥的原料 主要從西部石灰石礦開採而來 民國75年 政府制定水泥工業長期發展方案 引導產業東移 於是西部的石灰石礦被劃入保留區 礦業權到齊後則不再開放 主要就是說西部的發展很快 那西部的這個礦源 其實也是有限的 那這些人口也比較集中 那如果說把這些西部的礦區 如果你任由它再去發展的話 其實對經濟上面發展 其實是有一些影響 目前西部除了新竹馬五度礦產的 採礦權到99年6月為止 其他的礦區配合水泥工業 長期發展方案 都在民國86年年底終止 而民國87年該方案停止試用後 十年之後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要求檢討 石灰石礦礦業保留區的政策 礦物局於是按照礦業法 實行細則第三條第三項 在98年7月27號 公告解除西部12個石灰石礦業保留區 7月份它要開放的時候 它公告的時候 我們還去電給它 告訴你 我們堅決地反對的這個立場這樣子 但是很不幸的 7月份它還是按照它的行程做公告了 高雄市政府表示 在第一時間內就對中央表達 境內的半坪山和壽山 不時宜開放 而市政府也早已經把這兩個地點 朝自然公園做規劃 半坪山原來就是說 有幾家水泥公司 民國81年就是199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吳鄧義吳市長時代的 那個時候就開始禁止開挖 從民國81年到現在 那高雄市政府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非常努力地做一個富裕的工作 高雄市的半坪山 曾經是西部重要的石灰石開採地點 在日治時期就有開採石灰石的歷史 國民政府接收後也持續地進行開採 半坪山本來有四家水泥公司在開採 從民國四十幾年 那個台灣經濟起揮的時候 就是一直大力開採 所以整個半坪山 你看我們後面這邊 整個這個整個半坪山 沿線都是採礦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半坪山里的是陡坡 其實我們你這樣一拉一直線 本來半坪山是整個都是斜坡 所以整個你看到現在凹陷 這個都是被採礦完以後的 風舊 早年的開採石灰石礦 是用炸山的方式進行 不但破壞景觀 也會對周遭的水土保值有影響 加上燒製水泥需要大量的煤炭 連帶的引發空氣污染的問題 當年在開採時 公安事件也是層出不窮 對當地居民來說 水泥業並不是一個好鄰居 大概都苦不堪言 所以半夜有抽味 然後半夜異想 甚至公安事件都是有 這附近有一個金村里 然後它就是整個村莊被埋了 大概就死了四十幾個人 大概到六十年以後 大概就慢慢有人就開始會反對說 因為高雄市都花展起來了 所以這種採礦應該停止 開採完的那個山上面 沒有水嘛 沒有土嘛 那你的樹要怎麼快速地長出來 假如不能夠快速長出來的話 很快你就看著上面 就是一個光突突的 反而是後面這一段 覆舊怎麼去種樹 反而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半瓶山在民國八十六年 終止礦泉後 就開始進行直升綠化的工作 十多年過去 現在的半瓶山 已經慢慢地恢復蒼翠的模樣 帶著女兒來半瓶山遊玩的洪先生 還記得以前坐火車 看到半瓶山的模樣 駕駛要回屏東嘛 坐火車都會經過這裡 然後你這樣火車經過的時候 就看到 奇怪這邊怎麼都是一片黃黃的圖嘛 現在看不到了 因為我很久沒有搭火車了 今天跟我太太來 奇怪怎麼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樣 全部都是山 我說這樣很好啊 恢復原貌這樣更好啊 對啊 好不容易已經恢復成這樣子 你又要從頭來把它弄掉的話 這樣多久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知道 那看中這一塊 它就一直在做這一塊的生態的一個 各方面的一個觀光也好 生態也好 一直不斷地注入 現在的半瓶山 每到假日就成為高雄市民休憩的好去處 開宮廷會的時候 大家一直質疑說 你既然就是不開採了 你幹嘛還要再依據礦業法再去 雲在用礦業法29條去設保留區 你幹嘛不就回歸 這個很多都是保安林地或者其他 你就回歸森林法 就是你 就根本不要畫在礦業區裡面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礦業區 再有一個礦業保留法 那他們礦業局的科長跟師長根本不敢回答 和半瓶山遭逢同樣命運的還有壽山 也就是柴山 壽山停止採礦的時間比較早 民國81年就停止採礦 現在就在老照片裡 能看出當時水泥場冒出的陣陣白煙 威脅著鄰近居民的身體健康 附近的小孩子的老人家 他們都有這個記憶就是 小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困操球啊 熱嘛 阿人齁睡在那邊 如果真的不動 早上起來就一個印 一個印的一個人形 人沒有睡到的地方都是灰色的 即便你今天擦了 明天睡醒還是一個人形 如今走在壽山公園裡 很難發現他曾經是開採石灰石的礦區 不過在壽山充滿綠的環境裡 也藏著隱憂 當年為求趕快賦予的成果 業者大量種植銀河歡 綠化效果好 但是也造成了物種單一化的問題 因為它的根部會分泌一些根流菌 讓一些比較高大的橋本不容易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背後它在地表層 幾乎沒有其他的樹頭 只有一些草本的植物 那銀河歡它會有一個現象是 它的根系非常的淺 那加上說財山這個地方 石灰岩上的那個風化的表層度不多 根系淺的情況之下 剛大雨一來 整個滑動的情況就會增加 所以繞成這邊在石灰寶石上 還有整個國土安全上 是很大的威脅 現在壽山公園都還沒有完全富裕 就聽到可能要開放開採 讓楊拼玉大敢吃驚 我們直接的一個shock的就是 第一 我們所知道的高雄市主要採礦的地區 是柴山跟半平山 那柴山這個地區呢 就剛剛我講的 它挖子挖了卸下薄薄的一層 要繼續再挖嗎 事實上它已經沒有採礦的價值了 第二 半平山已經超挖了 它根本也挖不出肉來了 你礦去縱使解禁 只有一個就是中油那邊 中油的另外那一邊沒有挖的 還有機會採礦 中油可能讓你挖嗎 而在這一波保留區解禁名單中 會在高雄縣阿聯像的大岡山 也在名單內 我們在二十年前 基民的環保一直抬頭 大家這樣子來反對水泥 破壞很多三年 所以已經經過二十年了 那大概到最後是期限到民國八十人停採 都已經停採十二年了 怎麼可能到現在 高雄縣也好 高雄市也好 怎麼可能水泥又在高雄縣市來恢復 這一片 這一片原來是一個斜坡 那嘉興水泥公司來開採 就挖了一百多公尺深 就是一個大峽谷 那都是光嘟嘟的一片 現在有看到一點綠意 是因為這十年來的故意 有一點成果出來 民國八十八年成立的大岡山人為協會 是由一群關心大岡山的人組織而成 在他們眼中 大岡山的廢礦區和老礦工 都是當地的重要資產 有灰塵有多的 以前的人有認真的人比較不一樣 以前是沒有難過的 有工藏就都有一點點錢 你一定陷人叫你問我才能怎麼做 曾經在水泥公司工作三十年的黃信雄 說起當年的採礦經過 更是滔滔不絕 從那些縮度來把那些採礦說出來 說出來 柔的 它在水泥比較熱 比較粗它就回來了 不然流下去就對了 這顆大岡山 應該不能再開菜 開菜是如破海而已 你像當時環球在這裡開菜 我這載的關油我不了解 這三公里的依賴 住在大岡山底下的老阿伯 說起往事印象還是十分深刻 你等一下會嚇到嗎 不會 會嚇到一個路 那有時候 你手鐵的路 一腳都會嚇到 一腳都會嚇到 一手都會嚇到 嚇死了什麼 錢都會嚇到 如果他現在還要再開菜 你贊成嗎 那不然要等一會兒 我怎麼看他下去 在礦業主任退出大岡山之後 大岡山人為協會利用獨特地貌 發展出屬於當地的生態旅遊 後山這個石木魯這邊的地名 就是從這個地方而來的 那這個外型它這邊的話 就是垂下來這個是棕魯石 只是因為它現在被氧化掉了 那這個棕魯石呢 以前我們都叫它迪磨尼 因為像豬的魯法會滴水 它中年滴水不斷 那這個後來就改成說像石頭的母親 一直在滴水 可是這個水源呢 之後就是礦區的開採 所以它整個水源就被切斷掉了 所以現在的水幾乎不太低 這個是輕人洞 那這個洞穴呢 是一個很精彩的一個洞穴 那這裡面 除了我們在入洞口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那種亮晶晶一片的 那個流石地形 那這個流石地形亮晶晶的這一片 看起來真的很像鑽石 可是坦白講它沒有鑽石的那一種功能 可是看起來就是很賞心悅目 張美娟認為未來的大岡山 還能夠發展得更好 因此不希望大岡山重新開放開採 大岡山它有很豐富的一個生態環境 那又有化石這樣的一個人類遺址啦 還有包括說它是一個海底的一個化石 都在這個大岡山上 所以我覺得大岡山是一個寶 那這個寶我們應該是好好的再去維護它 而不是再把這些寶往外挖走 那這樣的話其實 現在目前的水底產量並沒有需要那麼多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一直在加工程進來 甚至把它開採出去 其實我覺得對大岡山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9月17號 礦物局把高雄市半平山壽山 重新換為保留區 9月24號又把其他實惠實況區 再次公告為保留區 短短兩個月就出現了兩次變動 不免讓人懷疑決策的草率 他完全是沒有對策的 你要我檢討我就檢討 你要我解禁我就解禁 誰解禁了 哇 地方的民意反彈力量很大 好 那我們就說那你這個地方除外 你反正別的地方 你既然沒有說要除外 那我們就繼續 整個地方民意很強烈出來的時候 他才說這幾個排除在外 我覺得是太離譜了 那就是怎麼樣 誰會炒誰就有糖吃 很多人沒有想過就是說 從行政院把它申請 就是說那現步開放的 到收回去這一個月 很多那個水泥廠的業者 他就可以重新再去申請 就是說它的合法性 像你看我們比如說 很多水泥公司 你看它的地很大 其實它很大的部分是租借國有地 那租借國有地依據礦建法就會 本身費用是很便宜 那你如果說 很多它因為礦泉到了以後 你拖太久 它繼續承租的合法性 其實是已經沒有了 根據2009年水泥工業年報 水泥的國內生產量是1700多萬噸 內需量是將近1000萬噸 現在的水泥產量供過於求 如果再加上添加其他的廢棄物 來減少水泥用量 我們對於水泥的需求量 又能夠降低許多 資源本來就是一種非再生的 很多非再生的 特別是礦產資源 那用完了當然它就沒有了 那當然所以說為什麼現在常常在 我們在提倡就是說 再生利用 所謂再生利用其實就是 讓天然資源減緩它的使用 讓它的壽命變得更長 憑心而論追求經濟發展 無可避免需要開採自然資源 但自然資源畢竟有限 加上不可恢復性 要如何保持經濟上的競爭力 又不至過度開發 是現在採礦要面對的課題 這次的風波雖然高於段落 但也引出了我們的礦產管理 跟規劃的問題 在這座島嶼上 我們所擁有的就是這些 珍惜資源 省省開發 我們的路才能走得更長遠 恩 兒子